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到底雷克萨斯ES是不是一台好车?它值不值得买呢? 今天给大家拨开迷雾去看清楚一点 说雷克萨斯ES好卖有多好卖呢? 今年从1到10月份虽然整个大环境都不好 但是它的销量依然突破了8万台 那同时期的奥迪A6L也不过是卖了9万6千台 但是你要记住这台可是一个纯进口车型 所以这个销量可是相当的厉害的 大家可以认真看一下ES这个中网 它是有点调皮的 这个中网里面的设计细节上面跟下面是不一样的 所以你说这样一个设计油腻吗? 其实说它油腻可能是我们以前对ES这个系列会有一个刻板印象 因为毕竟它是跟LS一样是雷克萨斯的开山鼻祖 那前几代的车型它肩负着这个担当的责任 就必须设计的非常的中庸有点油腻 但现在是完全不一样了 现在最新一代ES是基于丰田的TNGA架构打造出来的 所以它整一个车身的比例会更加的紧凑更加的运动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轴距是2870毫米 这个尺寸其实是要比凯美瑞或者是亚洲龙是大的 然后车身长度是接近5米差一点点到5米 但是如果跟奥迪A6L比起来的话 其实它的整个尺寸长宽都要稍微小一点 这个就是雷克萨斯为了保证它的运动感而做出的一点点小小的牺牲 这台车它会有很多的车身颜色 其实我个人会更加推荐大家选择 非F-Sport版本的超音速的银色或者黑色 因为那个漆面它自带一个自修复的效果 整一台车哪怕你不去风油或者打蜡 也会呈现出一个非常光亮的效果 非常的好看 如果你是一个潮流数码控 那么ES的这个车厢应该会让你非常的失望 今天我们拿这个老款车型 就只有一个极其落后的9寸屏 然后还有放CD的CD机 现在新款二款都会好一点 它换上了一个12.3寸的可以联网 可以语音控制的一个智能屏 但也就是放一下音乐而已 你不能指望它给你太多的这种智能的功能 但是如果你是一个懂得欣赏机械表 而不是智能手表的买家的话 那么你应该会从这个ES的车厢里面找到很多的乐趣 因为它很多的细节都做得非常的棒 比如说一个小小细节是这个储物箱 它的这个盖子盖上去的感觉跟声音 很有机械感 然后像这个旋钮也是 每一个旋钮的手感摸上去 这个质感都是非常的棒 然后人跟车的这个交互的形式 也是跟很多的车型不一样的 比如说这个最常用的驾驶模式选择旋钮 就在前方最旧手的地方 然后前面这个液晶仪表 其实它是一个物理跟数字的结合 里面有一个小屏幕会动的 这些细节确实让人非常的着迷 可能你会发现很多开ES的人都喜欢在车上听老歌 因为老歌跟这台车非常的搭配 这两样东西都能够让你放松下来 这台车其实它的整一个开发的理念 是往舒适方面去偏的 所以上到车之后你会发现 首先非常的安静 然后底盘对于路面震动的过滤也非常的到位 然后开起来的时候 你会发现软软的也挺舒服的 但是你不要被它迷惑了 其实这一代ES 它拥有一个非常非常深的运动的潜能 比如说我们今天拿到这个F-SPORT版本 它是有一个可调的悬挂的 但哪怕我不去调悬挂 我就用Normal的模式来开的时候 其实这个底盘是非常灵活的 你无论在什么车速之下 什么速度区间 稍微的动一下方向 它给到你的反应是非常敏感的 就像一个少女那么敏感 而且如果你选择的是300H的那个Hybrid版本 那动力也会相应的比200跟260会强劲很多 而且像这个F-SPORT版本那样子 如果我打开它的运动加模式的时候 油门响应 再加上这个更加硬朗的这个悬挂的调校 哇 现在这台车 非常的好开的 虽然说雷克萨斯的工程师是希望你能够在一天的工作劳累之后 能够放松身心下来 去享受一下在路上的时光 但如果你还是有那么一丁点的这个激情没有释放完的话 那现在可以通过这台车 把它完全给释放出来 非常的好开啊 说到动力系统可能很多人会说 丰田这个THS用的还是镊青的电池好像很落后 那其实这个要分两方面来看 镊青电池它的好处就是你不太用去管它 它非常的稳定 它也不会说什么热失控啊之类的东西 然后它的寿命呢相对来说也是比较长的 然后后面更换的成本也会比三文里电池要低一点 那所以这个呢其实更加符合这台车的一个定位 就是让你非常的轻松的去拥有它去开它 而不用太顾虑太多其他的事情 而你选择了这个Hybrid版本之后呢 就能够享受一个更加好的一个加速性能跟油耗的平衡 比如说今天我们这台F Sport版本 虽然是运动版的 但是无论我怎么开它的油耗也就是6点几升左右 那如果你是平常温柔点开的话 这台车在市区的油耗是可以做到6升以下的 非常的省油的 而且它还是加92号汽油的哦 不过我还是建议大家 把这台车当成一个普通的家用买餐车来开 虽然它潜力是很深的 但是只有在放松的情况下 你才能享受到雷克莎士工程师为你打造的这样一个行车的氛围 那这时候呢就要说了音响了 老款车型的车主呢非常不幸运 他们只能够通过买顶配车型 才能拥有一个MGN17 扬声器的音响 而我觉得这个音响绝对是ES的一个灵魂所在 那现在新款车主好一点了 大部分的配置呢都配了一个10扬声器的MGN 但是那个还不是最好的 所以我非常建议大家去选配 应该是加18000 去选装一个17扬声器的Mark Diffinson 但是呢雷克莎士就有点不厚道啊 现在如果你去选装这个音响的话呢 是要排队等车等的时间比较长的 但是有一个好处 就是因为今年相对来说车卖的不是太好 所以现在如果你坚持去选装的话呢 经销商也会选给你的 同时呢也是因为今年车卖的不太好 所以现在ES基本上是平价就可以买到了 就你不用加价也不用加什么装修之类的东西 所以如果你是对这台车有兴趣的话呢 不要错过现在这个绝好的机会 其实我对丰田的车型呢一直是无感的 因为我觉得他们太没有个性了 但是试完这台新的ES之后呢 我非常有兴趣 我很喜欢这台车 我觉得这也是大部分 雷克萨斯车主他们的心声 因为这台车它找到了一个绝妙的平衡位 它舒适但是不油腻 可是问题来了 为什么在网上我们看不到这些正面的声音呢 我觉得啊既然选择了一台舒适的车 那么雷克萨斯的车主大概也是那些平常工作比较忙的 然后懒得在网上去争辩的人 所以你在网上是看不到他们的声音的 但是这并不影响这台车它是一台好车这个事实 而且我们看一下它这个保值率也知道了 在去年最疯狂的时候 一台开了一年的雷克萨斯竟然是可以平价卖出去的 这个保值率简直是吓人了 所以如果你拿着四车来万的预算 想买一台轿车的话 那么不应该错过这个选项 至少去试一下看一下 好今天的节目先到这里了 如果大家对于ES还有什么想问的或者想说的 我们可以在评论区继续讨论 我是陈浩贝 下回见 拜拜